健康熱菜系列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超級飲味的 無水豆醬炆雞球 要準備的材料主要是去骨雞扒 薯仔,還有洋蔥,大蒜,小米椒就可以了 做法簡單,首先用小全古法斷做古韻 自頸斬切刀,把雞扒切快 切成西塊就可以了 黃金糊度很鋒利,切肉不橫,不拖刀 日常用來斬大骨的肉類也輕輕鬆鬆 前切後斬,一刀兩刀 然後我們用右上角的醃料醃鸡肉20分鐘 選用40CR,13鋼材 即使用久了,也不會出現捲刀的情況 醃肉的同時,把薯仔,洋蔥這些副料都處理一下 切根譜順滑 古法斷打系列都是手工濕式開刀 斷打除鏈,外見外刃,很實用 全龍骨結構也令把刀更堅固 薯仔切好後就可以拿去蒸熟 再把蒸熟的薯仔放在油鍋中 把表面煎至金黃 另一隻鍋下油,把雞肉煎上色 再把洋蔥,小米椒和蒜一起倒入炒香 然後倒入豆醬,轉中火,翻炒幾下 倒入紹興酒,這時候香味已經超級濃郁 酒單純炆了1分鐘,就基本熟了 如果不熟的話,可以繼續加1分鐘 肉質又嫩又多汁 最後加入糖調味 把薯仔放入炒均勻就完成了 最後灑上蔥花 這道菜真的超級飯 記得煮多點飯 今天就到這裡,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